额昂贵注重数字化 德国步兵战车身披后甲注重防御 法国步兵战车模块化设计追求机动性 英国步兵战车安全第一担当战场发誓 战场杀气步兵战车 我们讲时至今日步兵战车已经成为各国伴随坦克作战的主要步兵作战车种 那么现在装备步兵战车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经超过30个 那么这个步兵战车和一般的装甲运输车 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呢 苏联陆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认识到了装甲战 对于这个陆全国家的重要性 强调以坦克组成装甲师对敌军进行冲锋 这就要求步兵要同时跟随坦克一起行动 这也是装甲运兵车出现的原因 1966年苏联推出了第一代BMP-1步兵战车 从而开创了一种名为步兵战车的新装甲车种 相比传统的装甲人员运输车 BMP-1步兵战车在火力防护力和机动性等方面更加优秀 并且车上设有射击孔 步兵能乘车射击 BMP-1车重13.3吨 车级采用钢板焊接结构 能防枪弹和炮弹破片 正面弧形区可防御12.7毫米穿甲弹和穿甲燃烧弹 前上装甲为带加强筋的铝装甲 主要武器为一门73毫米的低压滑膛炮 在炮塔后下方的自动装弹机 仍为其提供40发炮弹 在主炮右侧还有一瓶7.62毫米的并列机枪 弹药基数为2000发 并装用反坦克导弹系统 BMP-1步兵战车载原舱可容纳全副武装士兵8人 采用每侧4人背靠背乘坐的方式 人员通过车后双开门出入 BMP-1步兵战车公路时速可达每小时65千米 射击孔和观察仪器能够让成员在行进过程中 或停顿时步出舱门便可使用武器 从某些方面来看 BMP-1步兵战车已经成为可以搭载步兵的轻型坦克 那么在这之后 总结了BMP-1战车的优缺点 第二代BMP-2步兵战车和第三代BMP-3相继问世了 那么BMP-2战车它的后续型号 在第一代基础上究竟做了哪些改进 在性能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提高呢 BMP-2步兵战车外形与BMP-1极其相似 战斗权重14.6吨 成员3人 载员7人 最大公务时速70千米 水上时速7千米 主要武器为一门2A42型30毫米机关炮 用AT-5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取代了AT-3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辅助武器为一艇7.62毫米冰冰机枪 虽然BMP-2步兵战车性能先进 但还是存在火力不强防护差的问题 而BMP-2步兵战车依然采用的是BMP-1的底盘 在改装发展上受到了很大限制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 苏联再次开始研制全新的步兵战车 全新的步兵战车采用新型底盘 并安装了2K23炮塔系统 配装100毫米线塘炮和30毫米机关炮各一门 以及一艇7.62毫米冰冰机枪 由此诞生了BMP-3步兵战车 BMP-3装备的100毫米低塘压线塘炮 这在世界步兵战车行列中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火炮带自动装弹机和双向稳定器 可发射杀伤爆破弹和炮射导弹 所发射的炮射导弹为9M117型 西方称之为AT-10反坦克导弹 改进型的9M117M型炮射导弹 可以穿透550毫米厚的军制钢装甲 命中率高达90% BMP-3步兵战车的战斗全重为18.7吨 比BMP-2要重出3到4吨 防护力上得到了很大加强 BMP-3步兵战车成员为2人 载员为7人 车全长7.14米 全宽3.23米 全高2.65米 和BMP-2相比 车体轮廓得到增大 也提高了成员的乘坐舒适性 那我们讲上世纪60年代 刚好是美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 那么在苏联步兵战车亮剑之后的 美国也是不甘虚弱 马上就开始研制 可以和BMP-1媲美的 M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M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是一种履带式中型战斗装甲车辆 可以独立作战 也可以协同坦克作战 虽然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 就开始研制M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但是直到1980年 才最终定型并投场 1983年开始装备美国陆军 M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出现后 经过不断改进 出现了多种改进型 不过外形和武器系统差别不是很大 M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车组人员三人 可搭载六名步兵 主要武器为一门25毫米 链式机关炮 一艇7.62毫米 冰裂机枪 和一具BGM-71 陶式反反弹克导弹发射架 或者两具TOW式反弹克导弹发射器 最大公路速度为 每小时65000米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也曾两次出现在伊拉克战场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的2000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伴随着M1A2主战坦克 重创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布莱德利系列战车 再度出现在伊拉克战场 它随美军主战坦克入侵伊拉克 并突入巴格达的红色警戒区 由于其优秀的观察和瞄准设备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对伊拉克军队的杀伤力 甚至超过了M1主战坦克 AIFV步兵战车外形与M113相似 驾驶员在车体前部左侧 动力舱在其右侧 载原舱在车体后部 AIFV步兵战车车体采用 铝合金装甲和附加夹层钢装甲结构 在装甲间充填泡沫状物质 可提高幅度性能 战斗权重接近13.7吨 炮塔上装有机关炮和机枪 载原舱两侧各有两个射击孔 尾门上也设计有一个射击孔 火炮采用双向弓弹装置 耗控装置为电液驱动式 耗手有一具昼夜合一的瞄准性 白天使用时倍率为两倍 夜间使用时为六倍 发动机为水冷涡轮增压柴油机 传动装置采用带变举自动叠服箱 订购该车的第一个国家是荷兰 1975年签订的合同总数为880辆 首批车辆于1977年交货 1981年再次签订为840辆的合同 那我们讲其实除了俄罗斯和美国 在研制步兵战车之外 德国我们讲作为欧洲的传统陆军强国 也是在上世纪60年的中期 开始了研制名为黄鼠狼的步兵战车 那我们都知道 德国在坦克装甲车辆的设计舰道上 一直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那么这一次在步兵战车的建造上也不例外 20世纪60年代 西德开始研制黄鼠狼步兵战车 1969年4月正式批量生产 黄鼠狼步兵战车最突出的一点 在于它是世界上最重的步兵战车之一 战斗权重达到28.2吨 车长6.79米 车宽3.24米 车高2.985米 车体顶部高1.9米 车体距地高440毫米 车体和炮塔高度较高 主要是考虑欧洲人身材高大 强调乘坐舒适性的结果 这和苏制步兵战车强调外形低矮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鼠狼步兵战车的主要武器 为一门20毫米机关炮 可在1000米的射击距离上 击穿32毫米厚的钢装甲 对付轻型装甲车辆绰有余 但对付先进步兵战车的主装甲 则显得力骨同心 副武器为一挺7.62毫米 冰裂机枪 弹药机数2580 黄鼠狼步兵战车的动力装置 是六缸水冷涡轮增压柴油机 最大功率600马力 这使得黄鼠狼步兵战车 最大速度达到每小时75000米 这在当代步兵战车中 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德国美洲式步兵战车 从2009年开始交付德国军方 用以替代黄鼠狼步兵战车 美洲式步兵战车强大的综合防护能力 是其最显著的性能特点 美洲式的基本防护 主要通过两个级别的模块化结构来实现 在战斗级别防护时 车体和炮塔等关键部位 加装高性能附加装甲模块 车重达到43吨 可提供当前世界最好的车体防护 可抵御反坦克5G 中口径5G 简易爆炸装置 以及10千克以上的地雷 和小型炸弹的攻击 分层操作方式 则进一步增强了车辆的防护力 当一些零部件被摧毁或发生故障时 美洲式仍能完成一些操作 不至于完全丧失战斗力 尽管加装了厚重的装甲 美洲式依然具备出色的机动性 最大公路速度达到了每小时70千米 可以搭载包括三名机组成员在内的 9名作战人员 可以与爆炸主战坦克进行协同作战 由于主要任务是支援主战坦克作战 和保护车载步兵 美洲式步兵战车遥控炮塔上 装有一门30毫米机关炮 可以发射穿甲弹 空爆弹 打击3000米内地面和空中目标 通过先进的瞄准系统 美洲式步兵战车 即使在行进中 也可以对目标进行射击 那我们讲在上世纪 60年代之后 西欧很多国家都开始相继的 研制了多款的步兵战车 法国就先后研制了AMXVC和AMX10P 两种型号的步兵战车 那么法国这两款步兵战车的性能又究竟如何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法国AMXVCI步兵战车的底盘 与AMX13轻型坦克相似 车体分为三个舱室 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左侧的驾驶舱 动力舱在其右侧 载原舱居后 号手和车长座位均在载原舱内 载原舱可背靠背乘坐步兵识人 并可以通过向外开启的两扇后门出入 每侧有两个舱口 舱盖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每个舱盖的下部分有两个射口 微便于射度 车体前的上装甲板安装有挡水板 后期生产的车辆有三防装置 主要武器最早是一挺7.5毫米机枪 以后相继被12.7毫米机枪 或者装有7.5毫米机枪的炮塔都取代 AMXVCI步兵战车 至今已经是生产了3000辆左右 随着现代战场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 法国的另一型步兵战车 AMX-10P 最终是取代了日益老化的 AMX-VCI步兵战车 相比AMX-VCI步兵战车 AMX-10P步兵战车的火力更强 防御力更高 以基主型为例 基主要5G为一门20毫米机关炮 辅助5G为一挺7.62毫米机枪 位于主炮的右上方 最大有效射程为1000米 并可以安装米兰反坦克导弹发射架 该车车体用铝合金焊击而成 战斗权重达14.5吨 公路上最大速度为每小时65千米 水上速度为每小时7千米 除了三名车组成员外 还可以搭载四名步兵 武士步兵战车的战斗权重为24.5吨 在加装附加装甲后为28吨 车长6.34米 车宽3.034米 车高2.791米 车底距地高490毫米 主要武器是一门30毫米机关炮 辅助武器为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 安装在火炮的左侧 弹药机数2000发 武士步兵战车体现了英国战车重视防护性的一面 为了不影响防护性 在武士步兵战车上甚至取消了射击孔 武士步兵战车的车体为铝合金装甲全焊接结构 炮塔为钢装甲焊接结构 据说炮塔的上部采用了乔巴姆复合装甲 主要部位装甲可抵御14.5毫米穿甲弹 和155毫米榴弹破片的攻击 车底可抗击9000克反坦克地雷的攻击 车组成员为三人 分别是车长 炮长和驾驶员 而7名载员则面对面而坐 武士步兵战车也被看为是一种强化型的战场低势 武士步兵战车上并未安装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这也成为它的第二个最大特点 英国军方认为 与敌方的坦克作战是坦克和专门的反坦克导弹发射车的任务 步兵战车只用来对付敌人的步兵和轻型战车 武士步兵战车的最大速度为每小时75000米 最大行程660千米 最大爬坡度为31度 最大射水深度1.3米 武士步兵战车家族可以说是车丁兴旺 各种变形车和改进型车不下20种 英军也一共装备了789辆各种型号的武士步兵战车 一直以来 英国也在对武士进行升级和发展 从沙漠武士再到武士2000 其性能也得到了不断提升 70后老业机开启欧洲之旅 驻扎德国成为首选对象 美军即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